我們繼續往下來看一下 如果您這一段影片好了 我們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因為剪接完了 對 章節可以合併 我剛剛沒有特別提到 如果你有需要合併的 他也可以把它併起來 在這邊看一下 在這裡點開 老師點到這裡 他就開啟你的那個編輯器 開啟你的編輯器 如果你要合併 我記得 你可以這樣 有沒有按住shift 有沒有這兩個章節可以合併 這樣有了解了 所以他 雖然預設是以什麼 以投影片當作是章節的分割依據 可是我想這兩段要把它一起講 是不是也是可以 這樣OK 你有沒有感覺他就是基本的剪接功能 雖然沒有說很炫的那種特效 但是是OK的 那接下來呢 就是要把它做儲存跟發佈囉 我們來看一下 你做好了 我們可以從右上角這邊你可以看一下 對的 他也有垃圾桶 所以如果你有不小心刪除的那個 你也可以從這邊找回來 所以他還不錯 做好了我們就從這邊發佈囉 發佈就算 就是你那個額度的扣打裡面 你看我把他按下去 按下去他正準備要完成 對不對 那這個 介面裡面呢 因為你發佈了 所以 你可以取得他的 共享的網址 我們剛剛不是講他也希望當作是一個像YouTube平台一樣嗎 所以你只要 選擇 我任何人都可以觀看這段影片 這個連結 你就可以把它複製起來 交給別人 也可以砍入到 就是我們那個 H&M的 Event的語法 他也可以給你 你就可以使用 好 你看這樣就有了 有沒有他的影片就把我聲稱好了 那在他上面看有什麼好處 在他上面看 是分章節的 你看一下下面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一般YouTube看 就是一整段影片 直接從頭撥到尾 除非那個作者比較有心 還要幫你 就是設那個章節 對吧 現在事實上YouTube也會幫你 自動分 可是我必須講 自動分的效果通常都不是很好 因為他是看畫面分 可是跟真正的那個章節 會有一定的落差 而且 那我們用MM的好處 因為他就跟著你的投影片 所以你今天 我今天要先看第三 個章節是不是點了就直接到了 這是在他上面直接用的好處 這樣你了解的 所以他鼓勵你在上面用 希望你不要走 那你如果真的要走怎麼辦 請從這裡 很隱密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Download Video File 他就是不想把你秀出來 希望你永遠不要找到他 這樣你就不會走了 因為你如果從這裡下載走了 大概就會上傳到YouTube或其他地方 所以他還是希望你回來這裡 啊刪除也在這邊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好那他上面呢一樣有這個就是 瀏覽的統計就在這邊 這樣OK 所以你看我們 從 老師參加這個線上會議 到自己錄製 有沒有感覺 CP值算蠻高的 而且 你不覺得 你都沒看到任何廣告嗎 對吧 沒有任何干擾 即使是免費的 人家也很尊重你 沒有說因為你免費了 就吃過很多廣告 或是那些 那個 這個是我喜歡他的原因 所以 記得 像這樣 今天呢如果老師 你要找看看 我到底有哪幾段影片錄好的 我要回去看 你就回到 的首頁 有沒有這裡是不是有個home 你就回到首頁這邊 你去看 有一個叫myvideo 你過去錄好的影片 通通都在這裡 有發佈過的 他會告訴你這個已經發佈了 只有我記得應該沒有錯的話 應該是只有發佈過之後才可以下載 對對對 你一定要發佈了才可以下載 他怕你 磚痘痘 我們不是說免費五個嗎 只能發佈五段啊 那 你今天如果沒有發佈就可以下載 那就沒有受到那個限制了 所以你發佈 但是如果說像我們剛這樣子假設你很在意 那個 那個叫做 我一定要免費的就好 但是我要超過五步的 你就把這裡輕膨 同一個打蛋繼續錄 這樣也是同一段 這樣了解嗎 所以 這樣也是一種方式啦 如果你 你真的有那麼勤勞的話 我自己 我的 生產量 一個月不到五步 哈哈哈哈 所以我用免費的就夠了 嘿嘿嘿 這樣老師OK的嗎 那 就到這邊喔 OK OK 好嗎 OK 好嗎 好嗎